五千台计算机合在一起 我根本就没听懂 但是我认为如果说我们拥有这个 如果这能够解决社会的问题 那当然应该做下去 所以想想 从预算人头资金我们一路头 最后我们走得出来 所以心里想想 正因为不懂技术 但不懂技术没关系 要尊重技术 热爱技术 所以这是阿里巴巴走到现在为止 我的这些看法 我呢这是刚刚跑了很多的国家和地区 在前面七天我走了六个厨师 三个国家 就是到了洛杉矶 到了纽约 到了华盛顿 到了巴黎 到了这个罗马 然后回过来 当然想到一个呢 就是刚才戴生讲的梦想 他说他想着 小时候年轻的时候 我的梦想是什么呢 我是经常的 我那时候学外语 最大的梦想是早上在巴黎 中午在伦敦 晚上在布里路斯爱德斯 全世界这么转圈 多舒服的日子 没有比这个更好 现在我过这个日子才知道 这不是我要的生活 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十叉颠倒吃这又不合适 然后跟语言都不断地交换了 所以是非常之辛苦 但路上我学到了很多 也想到了很多 了解了很多东西 今天到这儿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阿里巴巴 为什么十五年走到今天为止 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也许这些给大家可能有去思考 阿里巴巴是一家很幸运的公司 但是呢 你可以将它很幸运 其实我们同时创业 这十多年来创业的物料公司很多 我们走到了今天 中间有一点必然 就是十五年来 我们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思念 成立的时候 我们现在很小 十八个人在我们家里 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理想 就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做电子商务当时很难 大家认为这个电子商务 中国是靠谱 互联网中国就没机会 别说电子商务 而且在十多年十五年以前 今天电子商务很热 不是今天成功的 是十五年以来 我们坚持每天每天 每一个月的电话 在挡住了很多的诱惑 那时候大家知道 短信是最赚权 后来游戏是最赚权 各种广告模式各种样都出来 我们其实有没眼红过 当然眼红过 其实有的时候压力不可怕 可怕是诱惑 诱惑是很可怕 我们东看他 人家挣这么多钱 我们又不行 对吧 你看看我们这个 你说心里不记住吧 记住 就是两年以前 我们一年的收入 还不如成功一个记住 我们当然记住 好不容易今年终于要赶上了 人家来了一个微信 但是孩子听话 要问你是为了今天活着 还是未来活着 其实阿里巴巴这家公司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 在座每个人过去问这个你有什么你要什么放弃什么 2010多年以前在思考跟今天思考我们有些东西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 我们一直问自己这个问题 十年以后中国会发生什么世界会发生什么会发生什么问题有什么灾难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因为只有这么去思考 你如果决定十年以后大概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然后你今天去准备 然后努力十年 十年以后这个事情真发生的 这个机会就来了 所以对未来的判断是我们这些人 我们阿里巴巴公司所做的一些事情 那你今天所有的考虑都一样 我们觉得那时候我创业 我是从95年从大学里面出来 我95年之前在大学里教了6年书 95年出来以后呢 一直开始创业 创业得非常的简单 四年起起落落 无数次的失败 我后来发现小企业在开门 做中国的小企业 非常的直到今天为止 全世界做企业做小企业 依旧非常艰难 大企业 国有企业有国家造 外资企业有洋人造 只有小企业没人造 而小企业这实在是很难造 唯一的办法 我们如何用高科技 用技术的力量去帮助小企业 所以我们那时候思考说 就是做电子商务的话 我们只专注小企业 我们不去搞大企业 你知道我昨天在我的站这里在讲 要改变成功人士是非常难的 要去帮助那些要想成功的人士 最关键 好好成功那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我们当时锁对的是 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如果你去说服那些四五十岁的人 去使用网上购物 七八年钱 基本不可能 他会告诉你一万个理由 上网不安全了 不危险了 反正你要说服成功人士 他得给你一万个理由 说这不行那不行 所以我们想办法去说服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说服那些渴望成功的人 所以这个我们一直觉得 只要世界上存在着暴怨 存在着麻烦 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满 我们都是我们发展的机会 所以这是十多年以前 我们确定的目标 说为十年以后需要什么 我们今天去 我们今天开始去做 因为我们坚信一点 我们在杭州 我跟大家都一样 我也没有一个有钱的爸 没有一个有权的爸 连有钱的舅舅都没有 尽管有三个舅舅 所以今天做明天就会成功的事情 一定能到我们 今年做明年就会发展的事情 肯定能到我们 那我们只能做 今年做十年以后会成功的事情 我们来干 而且就找到一批自同道合的人 坚持着去做才有可能 一个人是不可能成功的 所以那时候我们根本招不到人 今天我们还能到北大了 我没想过999年的时候 我真没想过会到北大 能够来演讲 那时候我们同事跟我讲 我们真招不到人 然后我说 这个招不到人也没办法 2011年02年 我们是在街上 只要会走路不是太残疾 的人跑回来了 只要往我们都去 当然我们想办法用我们的使命感 用我们的家庭去感染每一个人 去说服他们 改变他们 其实今天阿里最对骄傲的事情 去阿里巴巴 我们真正的影响了阿里巴巴自己人的很多的思想和家族和生活的方式 很多离开阿里巴巴的人至今为止 我们在阿里巴巴 我们现在大概两万五千名员工 加入过阿里巴巴的员工至少有六万名 也就有四万多名员工在这十五年内离开了我们 你去问一下 有多少人是最纠结的 我们前段时间刚有个同事给我写信 为什么离开阿里巴巴都那么纠结 其实我们这个公司是很纠结 因为我们不像一个普通的商业的公司 我们特理想主义 但是我相信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一定是误实的 如果不务实不是理想化 那没有用 但是你既要活着 你还得为理想奔的 这就是我们这个公司 确实比较辛苦 但是我还是坚信一点 阿里巴巴集团最佳的第一个产品是我们的员工 其次才是我们的软件 其次才是我们的技术 再其次才是淘宝网 所以只有我们的员工变化 我们的员工成长 我们的客户产品 才会发生变化 所以这件事我们的奸行 所以这么多前面几年 大概阿里巴巴前创办的四五年内 每次员工会 新员工进来 我一定花两个小时跟大家交流 我跟大家讲清楚 我一定不承诺你们会有钱 不承诺你们会当经理 不承诺你们会买到房子 买到汽车之类的 但是我承诺 你有眼泪 委屈 冤枉 倒霉 我们公司一个都不会找 不会给你了 这个我想 这里很多前几条很多阿里巴巴老员工 都听过我这个讲 我不骗大家 我到我们公司来 你一定很倒霉 冤枉 委屈 就像我们现在公司的条件 可能中国也不知道 还有 当年大家希望加入IBM 加入微软 今天我觉得 人们对这个兴趣不是太大 从工作条件来讲 淘宝 阿里巴巴 捷波 会比这些差 但是 我就在公司内部 坚决反对搬车 搬车 离公司 很多人说 我住到很远 路上来回一个小时 甚至一个半小时 公司最好有搬车 我说什么都可以有 就不能有搬车 为什么不能有搬车 因为我看 所有的国有企业都有搬车 就关门了 国有企业有搬车都关门了 我记忆最新的时候 我在那时候上业校 当老师 我有时候给人家去上业校 我叫走去 骑着执行车玩 走出有一个工厂门 我发现很多人抬着队等在那儿 每天这个时候都抬着队等在那儿 我都想等什么呢 后来有一天我也在那儿 看他们等什么 一点都到 零声一响 哇 去下班 直到搬车回家去啊 因为那种不热爱的工作 我觉得 如果我们关心最爱我的员工 他就得早上洗澡 就得赶公共汽车 就得挤地铁 就得坐 因为只有这段经历才会住到他未来成功 你第一天都安排好的人 不可能会成功 阿里巴巴最困难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 我们公司内部真是很高 还是相对来讲相当和谐的一个团队 其实你们来看 我们北大跟阿里巴巴没什么大区别 但是阿里巴巴以前 我们所有的员工到航座来找工作 到航座来 我们是不安排宿舍的 他说 呀 你的宿舍要安排好 这个安排好 我说 如果你连房子都找不到 我并不相信 你是个人才 自己找房子去 他必须得个人打下打 我们不需要有些 从速度中 挡这个电线杆上的人 我们需要的是会生活的人 我们公司倡导的是 认真生活快乐工作 工作不要太理睁 生活要认真 只有真正认真对待生活的人 生活才会对待你 工作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工作不是你的权务 工作你如果压力很难 你这个不开心 你是不可能有创新 所以我觉得我们公司 最主要的是有提员工 而这个与员工的核心 大家要想在一起 当然 我是从六万多名员工 现在只有两万五千名员工 我自己觉得 离开的人有各种的纠结 因为爱这家公司 被这家公司 外面称之为洗澡 我们称之为被这家公司的价值分所影响 因为我们第一天来我不骗大家 从来没骗过大家 我说进来以后我们是坚持为小企业 坚持做电子商务 我们公司进来的时候跟大家讲过 我们有眼泪有悲伤有委屈有倒霉 我相当乐观 大家知道 你们今天在讲讲鱼儿宝 七个月以内就检查你小三十次 你还能坚持乐观 笑容就是说你们检查得好 还没干 就像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创业者一定的乐观 加入阿里巴基团 你不乐观 不需对未来的事情去判断 你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坚持下来 所以每个人在想 我也想创业 我也想成功 其实真正成功 是你心里面的成功 你坚强 你柔软 你懂得分享 你懂得倾听 你懂得妥协 你懂得坚持 这些学会了 自然而然 很多事情都出来 所以阿里希望 对于我来讲 我从来不懂技术 但是我尊重技术 我也不懂财务 这么多年来 你跟阿里人 什么时候我跟阿里哥哥讲过 你今年我们这个部门 要挣多少钱 我从是十五年来 从来没讨论过 哈佛浪加起来 没有十五分钟时间 讨论怎么挣钱 我花时间 就是把这些人 从训练成为 本来很会笑 然后变成会哭 再会变成笑 要让他们懂得 什么面对所有的挑战 面对所有的诱惑 我们该如何去处理 这个其实训练这批产品 才是阿里巴巴最重要 因为这些人变了 我们的社会才会变成 所以我们这家公司 十五年来没变过自己的使命 让天下没有难住的声音 我们坚持我们自己的家族观 我们坚持认为 在没有钱的时候 我们想往未来 今天我们公司应该很有钱了 我们还是向往未来 很多传闻 我看来也真的是传闻是不少 我跟你讲 我不懂技术 但是我希望阿里巴巴 为技术增加生命力 今天我们希望为数据注入灵魂 如果技术没有生命力 纯粹技术 我经过太多的技术人员 做的研究设计 他研究技术 最后一点用还没有 有多少技术在实验室里 活出来的才是好技术 创造社会价值 让无数人受益才是好技术 对不对 我觉得阿里巴巴 不管怎么样 有几千万的小企业在用 有几亿的消费感在用 这就是好技术 同时一分钟能够抵挡 以党一千七百万人 同时访问 这个就是好技术 我们如何在那个数据时代 让数据加入灵魂 我最近在乱想 因为我不是技术 网图人 我乱想 计算机比人厉害 就智商比你高 我们小时候说人智商的很高 这种机型课 过目而不啊 计算机比你更厉害 绝对过目而不啊 小时候叫做会被唐诗 是会被作文的人聪明 还有一个叫怎么聪明呢 算数算的筷子在讲聪明 我小时候算数算不过人家 背数背不过人家 不算聪明 才那些 今天发现计算机这玩意儿 根本全取代你了 但是接下来可怕 无理大数据以后 计算机的情商都比你高 人工智能可能走下去 就是让计算机本身带有情商 各种各样的数据 如果计算机有一天情商和智商都比你高 的时候 那是很可怕的 这个 我觉得 我们今天要去思考的 就是让技术复有生命体的数据带有灵魂 这个数据要为社会的发展进行正能量 其实阿里巴巴不是一家普通的公司 如果在座 我们荣幸有机会一起合作 如果你们看那些阿里巴巴 因为我们北大同学真不多在公司 以前我们请不起 不敢来 你们也不一定会加入这个数据带 北京很多的 所以我以前的策略是 找三流学校里面的一流学生 像我们杭氏大 对吧 我觉得挺好 我都全是中国最好的学校 像杭氏大 对吧 我们这些学校呢 很勤奋很努力 读书不咋的 但是我们愿意变化 我们也不把价值放得下来 我们觉得我们这个学校不咋的 关键就用就行了 所以我们请如果有机会进行合作的话 大家一定要记住 巴里巴巴斯不是一家普通的商业公司 我们认为互联网不应该仅仅是一个赚钱 把它用来赚钱 它应该是推动社会的进步 改变社会 影响社会 这是我们这家公司所做的 所以我们你们才会发现 今天你们看得很奇怪 我们一会儿如果零售公摇摇晃晃 一会儿金融我们摇晃摇晃 本来以为 通讯不是摇晃运营 是要经过他们摇晃我们了 对不对 当然我们就还得一楼积极地改变这个社会 完善的 今天我们最大的乐趣 不是我们挣了多少钱 我们今天最大的乐趣是 因为由我们社会发生不同的变化 因为由我们由下而上的改革和推进社会的进步发展 发生了变化 这个是我们对他们的乐趣 对于大家来讲 香港上市打难 我们在香港美国上市 对我们讲并不重要 但是香港或联合什么地方 因为我们而发生变化 显得更为重要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代的人的乐趣所在 因为由我们工労中介银行日子不好过了 改变自己了 我们就了乐趣所在 对不对 你说 你说到底挣了多少钱 没钱挣的 我们没钱挣 他们 挣了太多的钱 也得认为他们改变 改变自己的服务太多 真正以客户 真正为人民服务 我们才乐于 国家才应该把牌照给他们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人 用技术 其实我们是用技术 用互联网技术 把无数的小企业给团结起来 把消费者的力量给团结起来 只有这样 这个社会把正能量给团结起来 这个社会才是社会 贝金也有说 哎呦你们一会儿又搞医药要结合了 一会儿你又要去做文化产业 其实我们是想得比较清楚 十年以后中国会出什么问题 我们认为中国世界有还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身体的问题 第二是思想的问题 今天身体的问题 由于我们今天的雾霾 由于我们的水 由于我们的食物 十年以后中国人将会生很多的病 我们如何今天在这个医药上 做些工作 应用大数据 使消灭更多的药 让医院越来越少 医院的脂量越来越好 让药的品质越来越好 让药价越来越便宜 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乐趣所在 而不是说 哟我们今天在淘宝上可以卖药 我们第二个陈生 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是这样的 但是中国今天的文化教育增长是这样的 这两个陈生不平衡 我们的部门永远解决不了 因为人们被这次 口袋拾了脑袋空了 脑袋空的民族是很可怕的 对文化教育的投入 必须要加大的投入 所以我们说 我们今天对这个也很感兴趣 因为十年以后 我们担心 我们如果说不真正的去发展 我们自己国家的文化 不把我们中国老百姓和年轻人的文化教育数的提高 很麻烦 你们去看看美国 美国是怎么发卖的 不管它有利于 你今天去看 白宫的战人 五角大陆军事实力 华尔街的钱 硅谷的技术 好 来我们的家族观 整整整套的体系 我们呢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不是谁的责 是每一个人的责 我们每个人其实用好技术 没用好自己的技能 然后大家共同一起去努力 一点一滴 你说淘宝是多大厉害 我到今天为止没卖过一件衣服 淘宝任何人没卖过一丝牙刷 但是我们一天要卖六七十亿的货 一年前年卖一个亿 一万亿 去年要卖一万七千亿 我们还会再卖 为什么 是聚了几百万小的卖家 把他们的力量集中起来 这力量就会大 所以这家公司 我们最大的乐觉是 因为由我们 世界发生了变化 所以你加入进来 创业者 我跟大家讲 我们不欢迎创业者加入我们公司 因为你加入我们公司 是帮助别人创业 如果你知道 自己单个创业其实很辛苦很辛苦 真的是我说一百百万九十五个人死 死的时候你连声音都没听见 还要四个人你看他死 是很艰辛 大家知道 我这几天想的最多东西 我们所有的商人都被人看不起 赤農工商 我叫商 最低等 商唯利是同 其实商是社会资源配置的最好的一个 没有商人的社会资源没办法配合起来 我们今天就想证明给别人看 商人也可以凶完成家 我们也可以完善这个社会 钱对我们来讲 重不重要 没挣到钱 你连商人都撑不上 但有的钱绝对不是个好商人 你还因为钱对商人只是个资源 我一直这么认为 这在说很多人还在念大学 今天我讲这句话 你今天不会理解 等十年二十年以后你会理解 你有一百万的时候 今天你有一百万 你是最幸福的 你有一千万 你麻烦来了 是存在健康的还是牛麻的 你看这个买了 这个人一扁怎么办 有大堆麻烦 你有十个亿 一个亿以上 十个亿的时候 这钱也不是你 是别人相信你 教你 把钱交给你 因为社会相信你 你会把这些钱用的效果更高 我从没想过 阿里巴巴的钱吃我们 我们不应该这么去想 这些钱就有社会 别人是同事 是客户 相信你 说 你管的比我们好 你来帮我 用一用而已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 今天 等等讲 美国有一个了不起的公司 中国也可以 更何况 我们大家处在一个同样的时代 互联网时代给我们了很多很多的机会 互联网时代 为什么电子商业 因为我们比美国发展更快 EV很厉害 亚马逊 我们也相当佩服 这哥们两个家企啊 没淘宝大 不是我们多厉害 是中国市场大 更不是中国 不仅仅是中国市场大 是原来中国商业的基础设施太差 我们行吧 美国的商业环境非常之好 沃尔玛的超市商场 几乎遍布到三十线城市 所以电子商务很难插进去 它只是个补充 诶 中国整个超市商场实在太短了 我们一下子起来了 我以前经常讲 中国移动 电手机 中国移动发展这么快 不是中国移动多牛 你们去盖也可以盖得那么牛 是原来中国电信太差 有的时候多对的好就是今天的短 今天的短就是什么 今天终于大家在基本上一个品析条线上 所以我们希望在数据时代 大数据时代 它IT和DT 正因为美国在IT 就是Information Technology 时代 它的基础非常之好 未必美国在DT Technology上面 会超越我们 领先我们 因为推翻是很艰难的 一个公司的IT越好 它走向DT的时候越悲醉 所以 刚才讲的12305 1256 铁刀部 铁刀部 铁刀部的IT水平怎么样 肯定很牛适 它要是IT差 我车转都掉在一起了 为什么它卖不了票 原因很简单 从IT牵涉到DT很难 从PC牵涉到无限度很难 所以美国的IT非常之完善 所以它也有它的痛苦 从IT特地走向DT的时候 Data Technology的时候 但是DT和ID的DT之间 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变革 而是思想意识的变革 ID主要是为我服务 用我来更好的控制和管理 DT是激活生产力 让别人活得比你好 DT的思想是相信别人比你聪明 ID的思想是我比你Powerful 因为我掌握信息 你不掌握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 几乎在这儿很少 所以很多昨天我们的不好的东西 今天反而变得好 所以我想在座每个人 我们是很容易 就是很幸运的一代 像你们这样的人 早生二十年 也没多大机会 晚生二十年也没久 晚上二十年 因为即使你要真看透了 机会每天都有 我这一趟跑下来 我觉得要是我今天创业 我觉得无数的机会 但是如果大家能够有一批自动大国者 合在一起 抓住一个时代的机遇 抓住一个国家的机遇 能够真正参与一个社会的变革 因为你们 我这次在华盛政 也跟格林斯潘交流 我说八十八岁 他听了余耀网 用我学了很多 还有这个玩法 余耀网 我说没听到 因为美国利率市场化 本来也没这么回事 但是这说明什么问题 今天中国很多年轻人抱怨 这不对那不对的东西 都是我们每次发展的机会 与其你抱怨不如把它变成现实 与其你一个人干不了 把比你更懂的人请来一起干 如果你干得了 跟着那个比你懂的人干 也行也是机会 而不是每天会认识 每天的悬要自己的技能没有用 所以我想表达的是 我们公司就是这样的思考 坚持了生活 我们依旧希望以这样的思考 坚持未来我们走过的几十年上半年 而每一段 我们都希望优秀的年轻人能够进来 我们的比例依旧可能六万多人 剩下了两万五千人 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生路上走的 相对而言 我们比较幸运坚持的人 都活得还不错 当然你看的人未必活得很糟糕 但我还真没发现活得很好 因为他有时候 这个思想价格发生变化以后 他觉得这是不满意 一个地方以后 他还是觉得会不满 所以这个我想 这是我们阿里巴巴的公司 所以接下来我就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交流交流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 随便的交流体的问题 你们看看怎么样 好 下面有话 下面有话 谢谢 感谢马总 你这些有问题 是这样 马总别着急 在活动正式开始之前 我们是先在咱们的来往扎州里面 请赛场的同学们 提了一些问题 然后刚刚工作人员给了我三个问题 就是让我先代表他们 把这三个问题先给马总提出来 然后稍后现场我们会再请几位同学 进行现场提问 大家可以着急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由夏的夏天 你称夏的夏天521提问的 您为什么认为来往超过其他同类产品 或者有什么理由说服我们使用来往呢 我没有觉得来往会超过其他同类的商品 就像淘宝第一天我们在EV竞争的时候 我们认为EV的思想未必会赢 因为EV希望短暂的钱半年到一年就赢得中国电子商务市场 2003年我们判断中国电子商务至少要花十年时间的培育 才有可能成长钱 所以跟EV竞争的赢了以后 我们认为我们并没有赢 直到今天为止 阿里巴巴并没有认为 我们已经做了电子商务所有该做的事情 我们只开了一个头而已 来往更是 但是我也并不认为其他同类的那个性的产品 所以已经confer the world 移动互联网 刚刚开始 just the beginning 机会都是均整 只要你坚持 来往今天只为那些喜欢来往的同事去做 那些朋友们去做 所以只要你觉得乐趣 只要你对这些人有帮助 慢慢地完善 有的是时间 我们也不是说 今年做了 明年就要关 明年就是要成功了 或者明年不行就关掉了 我们还有88年要走 它是慢慢地来 我自己觉得 来往今天 来往今天 离其他的 还有很大的距离 去年我们认为 去年我们只是想测试一下 我们这把奥运 大家竞争一下 看看我们到底有多大的 同事 我们阿里的斗子还在不在 你发现还行 那接下来 我们就啪啪是慢慢来 这个 不争 一朝一夕 我们一直以来是被人笑话的 我们也被人笑话了十多年 就这两个人也觉得 你们好像厉害起来 其实我们习惯别人说 我们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所以我能觉得 最后好多坏 还有三五年了 至少三五年 慢慢搞 慢慢搞 第二个问题 尼称是MNAS 最近看到您在来往的里面 扎堆里面 发了一条信息 了解到您刚刚走访了欧洲几个国家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这一次出行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呢 我觉得这次出行最大的感受就是 世界人民欢迎淘宝 我们需要迅速把淘宝的 需要把欧美的产品 中国要不打进口 我一直坚信 真正要想激发内需 的很重要的一个动力之一 就是扩大进口 所以我们接下来 希望把欧美好的产品 引到中国来 我们能够卖美国的车离子 大家看到去年 我们卖了很多美国的樱桃 能够把树上长的樱桃 能够这么新鲜地卖到中国 我们为什么不能卖其他国家 世界各国非常好的东西呢 所以这个是我感受很深 第二个 中国的出口产品 如何能够中小企业 能够通过我们全世界的网络 所以这个是我现在 觉得机会太多 就是体力不够 人力不够 资源不够 体能不够 要想做的事情是再来多 以及可以做的事情是再来多 所以路上一直在 最纠结的是 哎呀 这个不能干 这个实在不能干 我刚刚走进 在来的车站以后 有同事说 能不能不干这一干 我们真干不动 现在我们就人手不动 事情真不少 所以希望更多优素的学者 能加入我们阿里巴巴的Family 来帮马总实现他一个又一个的梦想 不是帮我 帮我 这也在意 谢谢 第三个问题 由五十米阳光提问 马总您作为一名六零后 但是今天现场更多的是九零后 那么 您觉得 就是从过来的角度来看 希望您能给九零后的同学们一些寄予 谢谢 周伯利来是 后背 前背给后背寄六零后 我也没觉得比你们大了 其实我觉得 今天的社会应该是 九零后 给我们六零后 五零后寄 因为我们今天坐在真正的方向台上 他们还是个车祸 我们的 其实 中国文化非常好 尊老爱老 我一直觉得 我们如果学会增加一点 尊优爱老 这个民族发展的更快 尊重年轻人 我们只坚持了我们的六大家族观 诚信 团队 客户第一 拥抱 变化 激情 敬业 我坚持了这些 其他的 当然 我们所有的都是九零后八零后能干 所以我不敢说 我给大家一记 但是如果说 给大家一些我自己的体会 就是 永远乐观的看待明天 不管什么 你们觉得麻烦事情 过不去的关 一定会过得去 没有过不去的关 我肯定比你们倒霉的事情 不知多少倍 你们今天看到 哇 你们没看到 我倒霉的事情 比你们想象的 多不知多少倍 但是 我永远睁开眼睛说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你们也一样 而且找工作 不要不一定 人生运气最好 找到一个好工作 又碰上一个好师傅 碰上一个好领导 那是外星 我要选 另外选一个好老板 要比选一个好公司 显得重要 第一个开门师傅的 对你严格的训练 要比你在一个好公司 进入一个好公司 要重要很多 这是我们的建议 其他也没什么 乐观的探战影片 然后不断地检查自己的问题 少说别人的问题 少穿过去投书 抱怨乱七八糟的东西 投书要不要偷偷 说过 你进了你的里了 我反正不了 接下来 改变自己 改别人 还不如改自己来的话 就是 我的建议 当然 加入阿里巴巴有过 我们训练得更为残酷 我以前讲过 阿里巴巴能混过的人 待过三年以上的人 任何公司你都带得下来 我今天还是认为 你如果能够咬牙气子 在我公司混过五年 你到任何公司 你都能混十年 没问题的 这么倒霉 这么残酷的公司 我都带过 还怕你们公司 有这样的心态 你才能够起来 我是真心话 我们公司不轻松的 真是不轻松 感谢马总 我们今天说 绝对是一方的主题 其实同样的话 我在几年前 很多年前 听到马总 亲自在电话里跟我收过 请提出这三位同学的同学 一会儿在活动结束之后 不好意思 活动结束之后 可以前往我们咨询台 领取搭载 原OS智能操作系统的 hack手机一部 每人一个 谢谢 今天马总算是给大家 发了一些小福利了 因为知道同学们 很多同学 在今天下午 从今天下午 开始到晚上 守候了三四个小时 参加我们这次活动 直到又能听到 马总的现场演讲 所以我们 刚刚工作人员说 会有五个现场提问的机会 然后请同学 对领域举手示意 然后很抱歉 可能非学子同学 可能我们就不给这个机会了 很抱歉 好 第一个问题 下面谁给画筒 你们看 画筒第一项 好 第一项画筒 谢谢 马洋老师您好 我这个问题可能有点不应景 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 您现在和您的阿里巴巴 都比较如中天 日子也比较好过 但是我们都知道 没有什么东西是 长生不衰的 如果有一天 有其他公司 超过您 取代您的阿里巴巴 就像您击败一倍一样 到那时候 也有人的理念 可能会核心您现在的理念 在那个时候 您和您的阿里巴巴 又该核心核心 如果不想清楚这些问题 是很难做 如果把企业坚持一下 您请做谢谢您的问题 像我这个年龄的人 要想清楚 我们谁都没办法决定 生在哪里 谁是你的父母 我们不能决定我们的出生 但我们决定怎么死 我们是可以决定的 所以 如果我们不想清楚 有一天我们很倒霉 我们知道我们钱 每一天都很倒霉 今天的阿里 并不是大家想象的如日总天 灰激似乎 因为我们今天做的 如果真正 纯粹想做一家 赚钱的公司 我们就很赚钱 尽管 尽管 我们从没有跟别人比过 谁会挣钱 因为这点我在十八个人 戴森知道 在十八个人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讲过 这一辈子 我问过我老婆 你想不想 我将来是杭州最有钱的人 中国最有钱的人呢 还是受人尊重的企业 当然 都受人尊重了 但他脑子想 也不可能有钱 对吧 怎么可能呢 我连杭州手术也没想过 所以我们那时候会觉得 后来我前面几年说过 我们没办法抵得过巴菲特和比尔盖茨 谁有谁能挣钱 但是我可以比他 谁先找退 谁找退休 谁对社会的贡献最大 这个还是有机会拼一把 我们可以把他们团结起来干 这些事情还可以 但是每个人都不要去悲观 说自己胜败了怎么办 我认为我们胜败了 都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我第一次来北大 再说你们可能还是在小学呢 我到北大来讲过 我说有一天阿里成功了 我会去哈佛大学去讲 如果阿里失败了 我到嘴家来讲 为什么 因为我们北大 我们中国人只要学习 比如说失败的经验 是最宝贵的成功 成功背后 是有很多很多偶然因素在这里面 失败就是一个成功 你努力过 刚才讲到爱叶 爱叶如果真正退出这个时代 被民计算大数据所击垮 没有行业 你不可能 即使它完全没有 爱叶对人类的贡献 我们谁都应该salute 这个是我理解的 阿里巴巴以我们的生意 今天做得不错 肯定会不好 有中期性 工资大 运营不行 管理不斗 竞争强烈 都有可能 但是我们活着的每一天 对这个社会 要有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这个我们今生一定无憾 我觉得这是我要想跟我的同事讲的 就是你今天不能保证 谁也保证不了 你永远那么厉害 但是你能保证 你今天你厉害的时候 你依旧保持乐观正面积极的心态 这样够了 别去想活一百岁 最怕的是活到七八十岁 脑子也不行了 还自以为很行 麻烦了 我们公司 我觉得今天到目前为止 so far so good 但是里面呢 问题很多 只要是组织 大家就不要理想 没有一个人是perfect 组织是由不perfect的人组成起来的 所以组织是不可能perfect的 所以你在不perfect的环境里面 一定有一个位置是自己垮掉 别人打架是各种的原因 太正常了 中国 都知道活在当下 不是不仅仅是enjoy 而是在当下此刻 做你认为对自己每天做好一点点 我考虑过我们公司不行的时候 但是我相信 这几年不贵 好 感谢马总 第二个问题 给我们中部区域吧 我们这样每个区域都可以覆盖到 主持人 二楼主持人 我们今天守候了三个人了 好 二楼的同学 好 我们先来了吧 好 没问题 谢谢主持人 马总你好 我是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的同学 然后我是一名学生 所以有一些想法 就是从学生的讲座来看 比如说 我现在想考试 获得一个好的成绩 那么可能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说 我跟成绩好的同学 大家一起分享资源 然后大家一同成长 然后最后大家一起考得很好 还有一种情况是 我可能有一些好的题目 然后我就自己私自的 然后好好地去做那些东西 然后不跟别人分享 以及如果说我自己的能力很强的话 那我就希望老师出特别难的题 这样的话我的分就特别高 别人分就特别低 那我觉得从一个企业的角度上来说 其实想要把自己做强 应该也是这两种思路 第一种思路可能跟谷歌 它那样的公司差不多 那就是说我做 我很关注开源 我很关注分享 很关注教育 还有一种情况是说 比如说现在市面上 有很多人做这个项目 那么我做一个大公司 我很有钱 很有技术 我有人才有资源 那么我就把那个公司 我就买一个市面上比较 现在已经做的比较好的公司 然后把市面上其他小的 创业型公司都给吞并掉 这个事情的话 我想现在市面上已经有这样的情况了 比如说打车软件 我就很好奇的一点就是 比如说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 它应该是有一种 就以前在阿里实习过 我知道阿里有一个武侠精神的那种感觉 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花明 那武侠精神就是说 你需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但是阿里对于这样 就是说现在这种大公司 把市面上小的公司都吞并掉的 这种一种情况 不知道是怎么看的 另外因为我们这边有好多同学 有好多的问题 然后综合一下他们的 再提一个问题就是说 阿里将来做全面 再选就怎么样扩充自己的市场 比如说怎么做 帮助中国的小企业做进出口的项目 以及比如说怎么扩充自己的平台 做一些游戏 然后跟腾讯这些游戏去做竞争 这样谢谢 OK 这个第一个问题 关于大公司并购小公司 这个问题呢 我相信在四五年以前 我跟大家很多人沟通过 我在公司那里 阿里巴巴不做帝国 我们做生态系 帝国的思想就是 Either you join me or I kill you 你加入我 要不我变了你 帝国思想 我认为二十世纪 上世纪你干这个 你还有点机会 本世纪玩这个 基本是走不通的 一定死 而且死得比你想得还快 所以今天只能是建立一个生态系统 阿里第一天做的是平台 后来建立的是生态系统 但是生态系统里面 并不等于所有的生物和植物 都应该在这里面 每个生态有自己的温带有温带的生物 热带有热带的生物体系 阿里的生态体系 我们七八年前其实说过 建造新的商业文明 我们在这个里面 我们希望是创新新商业文明 坚持诚信透明开放 各种这种价格观的体验 在这个生态里面成长 尽管我们天天被人指责不诚信 我们天天被人指责不公平 天天被人指责不开放 但不等于我们不坚持 今天世界上不缺批评 但你心里要知道 你到底是不是坚持这些理解 所以我们这家公司是信奉生态系统 但是在外来生物入侵的时候 我们并不等于傻到 连反击的力量都没有 毕竟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态 倒下的这一刻 是中国一千五百万的就业机会 会受到影响的 其实阿里压力一定大的 你们知道我们如果停了半个小时的机器 意味着什么 植物宝停了十五分钟 意味着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对外来生物入侵的时候 我们肯定也有反击的力量 尤其破坏这个生态的时候 这是一种本能我们也会进来 所以大公司和小公司的并购 第一并购未必是坏事 小公司在资源不够的情况下 如果他选择卖 卖和不卖 一样都没有大道德上的差异 只是你自己商业的决定 当然有一样 你说打车软件 两家都是打成这个样子 我是在微博上看见 两家都是打成这个样子 后来知道 我还没搞清楚 两家是我们的 这是称话 我问了一下 然后我一开始觉得挺好 但是我的出发点是什么 让老百姓们真正懂得移动支付 这本身是个好事情 但后来变成恶性 玩过头了 连我妈都骂我 打不到车 他才打不到车 那就问题大 问题来了 你本来是希望刺激 因为我们并没有出现 如果两个竞争伤害消费者 毫无疑问 立刻想下 这两个竞争是对消费者有好处的事情 那当然真的看看他 看他乐道也挺好 又后来发现他事情 伤害消费者 当然很好 毕竟这两家公司都是两个女性 腾讯我们也很敬重 他确实做得很不简单的家公司 如果能够出现腾讯这样的公司 是什么了不起 两家公司一交流 现在开始激进下来 我觉得这个市场本身是激进下来 一个公司做到一定规模 中间一定有自己独到之处 所以我觉得呢 当然今天下面的决变就是 哎呦 你们两家打起来了 其实我们两家打起来 并不伤害我们两家之间 个人之间的朋友有益 但是两个生态之间的竞争 这是好事儿 如果不竞争 中国才是一个盘死谁 那真是马才大 对不对 两个一打 老百姓说一个什么不好的 小公司卖一不卖 不要把它牵涉到道德层面 这是一个商业决定 有很多人没卖 结果死得很惨 有的人卖了也未必赢 关键是你在政治的时候 做一个决定 千万不要 比如说我没卖 要记住你捍卫的是原则还是规则 我们最近的能够捍卫的是什么 你捍卫的是什么 你是捍卫的是规则 规则是昨天的规则 你要捍卫的是原则 这才是对的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好第三个问题 中部的同学 隐约提问的 这就有一个更远迟 对吧 好 中部的同学 中部的同学 马主任 你好 就是阿里的技术人员 就是比较多嘛 但是就一般就 嗯 知道就是做技术的 一般就做的 做不了多少年 就是平均就是比较年轻嘛 就是我想问一下 就是做技术的就 呃 以后的发展 就是你有什么 呃 建议和看法 呃 我自己觉得 中国做技术都挺年轻的 挺重 但我到了美国规则去看看 美国人做技术都年轻挺大的 重要是你热爱 嗯 雅虎的创始人 Jerry Young 还有他的Daily Phelom 嗯 你们知道雅虎有两个创始 一个是杨智远 一个是Daily Phelom Daily Phelom 到今天为止 还在做技术 热爱 如果你觉得不热爱 你再年轻也没有 如果你热爱 八十岁才那时候 我听刚才这个 王校长在讲这个事 我看他眼睛正在滑 水水 到那个 我从来没思考过他那个 冰上面那个滑 他说怎么会滑起来 我这辈子都没思考 到现在没 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看他眼睛睛亮的时候 在讲这样 热爱 热爱 还有可能去拿诺贝尔甲 比如说不热 怎么可能呢 技术更是这样 技术的进步 是无穷的 人类永远 1900年的时候 美国科学家曾经说过 人类的技术到此为止了 每一百年人类都这么说 您计算到此为止 刚才那小伙子 我永远记住这句话 因为你今天最强 明天是不是就倒霉 而且打败里面可能有时候 不是技术 而是刚梦见 一个 你没有 所以 什么东西都不能打败 但是只有你热爱这个行业 你不会被打败 这是第一个 技术 我在 我在美国见过一个奇人 反正我一个技术人也不知道 他跟我讲名字 因为让人对他很仰慕的样子 我不知道他是谁 他是把技术的技术 反正这个 我看着他跟 利尔盖茨 和那个 那个 谷歌的 Erik Schmidt 做 电脑 历史 技术的竞赛 十比例 十道题目 而且十道题目 八道题目是微软的 利尔盖茨 一道都没有回答 这个 哈哈哈哈 六十七分 依旧在做很多的创行 所以我觉得技术人员的生命力是很长的 第二个 我们公司很多技术人员 现在做产品经理的 做副总裁的 做HR的 我没发现他们做Finance怎么样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他们确实 因为技术人员的逻辑思考 系统性思考 是对未来的整个大组织里面使用的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 技术人员的前进是非常之大的 反正 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 只有技术人员 轮导到各个部门 其他部门要轮导到技术部门 有点难 这是一个 现在的东西啊 好 这一错 后悟一些的同学 可以有一位提问好吗 马云老师 马云老师你好 不好意思 那您收了 我听见了 马云老师 我是北京医院大学 王老庆子医院的学生 我这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关于 那个阿里的战略布局方面 就是 刚才您也说了 说 在医药方面 会有 推出 利用阿里的大数据 进行一部分的创新 而年初的时候 我看了一部分新闻 说阿里入股了中性 新IC世界下面的一个公司 说这个公司 掌握了中国医药 那个药品最全的数据库 然后 我就想问一下 嗯 就是 嗯 接下来您会不会利用 这个阿里的 云计算处理能力 然后和那个数据库系统 然后在医药方面 会有什么样的 嗯 推出什么样的一些 嗯 嗯 就是 方法什么的 来促使 像 推出一些阿里金融方面的一些变革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嗯 带一个女生提问的 是 是 是这样的 我也觉得有点矛盾 就是刚才您提 您说的是 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然后你后来又说 去那去阿里公司的时候 你会说 会有泪水 委屈 痛苦 然后这样怎么平衡 这是不是有点矛盾 这个问题 嗯 谢谢老师 好谢谢 第一个问题 你说我们会不会在医药上面 有一些利用数据 一样 我回答的是会的 我们肯定 我们不会莫名其妙的 现在人家传 我们要去收入一个壳公司 在下海潮 我们不好对 我们现在已经太多钱了 再拿的钱不要收入更大 这是真话 你们今天不能理解 因为你们今天还没有到这个 其实麻烦大的是 不是没钱能不能 麻烦大的是很多钱 有错误都是在有钱的所办 我们公司开始出问题的不是因为没钱 没钱它咬咬得穷 不会出大问题 因为你出问题要出到多把 有钱才出大问题的时候 是吧 就是富人才出问题的 没钱的时候也不会有的全都出问题了 所以这个是一样 我们今天公司来讲不是为了炒核 但是我们的医药方面 由于云计算大数据出来以后 医疗改革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大家知道这些数据 大家知道这些数据长得在某一个省 200加医药店 由于我们的数据测试出来 百分之三十的药是假药 百分之二十几的药是骗榜 没有数据 根本没法撑出这些东西来 稍微透露给小鹿 你往上不要乱讲 去年发生的疫苗打死人的事情 小孩 如果不是用我们的数据查找 就光查出哪一批药 在哪里出问题的三个月 我们一个小时就查出了在哪里 然后迅速到这些事情的发生 这个这么挣钱 今天一分钱也不挣 但是救了多少生命 影响了多少制药行业 影响受到病人 这个的意义 比挣多少钱都来得重要 因为连以前公司里面 开制定战略会议的时候 我们争论了三天 一死亡我的争论 我都没听懂在争论上 但我坚持一点 未来整个的未来世界的竞争 是数据的竞争 上面是云 下面是关 关我们知道移动互联网起来 有这些APP APP加Cloud 是未来的趋势 但我们今天说 端有几百个关 可能上千个关 今天有微信 明明有微博 后天有什么 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你压哪一个 真不一定压得对 有些大轮盘 一样 但是云 谁都跑不掉 所以我们压在云上 压在云计算上面 今天我们在大数据云计算上面 压了五年下 但是在端上面 我们一开始 速度有点慢 这是一个战略的选择 但是我们在压在云上面 才会导致于我们当时还怕 六年前做这个决定 阿里巴巴要变成一个数据分享的公司 但是我们不知道 这个东西到底这么挣钱 以及不挣钱 明天那个成本了 怎么办 我们加了一句话 我们不知道数据怎么挣钱 但我们知道 人类社会少不了它 把这句话定上以后 我们就不敢在内 所以出现 微信突然进来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一开始紧张一点 后来马上 因为我们是意识到这一天 云和钻之间的竞争一定会存在 但云和钻最后一定会退合 这是个趋势 所以我觉得 我就拿医药这个例子给你讲 我们今天的乐趣 不是说我们从这里面挣了多少钱 而是因为它 中国的医药体制 医药可能会发生很多变化 这是一个计算带来获大的乐趣 在做每个人加入这个行业以后 你也会对社会有巨大的变化 至于你说工作和生活 工作确实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但是你要想生活得好 绝不是每天晒太阳 你每天 老话讲 吃得苦中苦 方位人向人 一个优秀的员工 你今天勤奋努力 年轻的时候不努力 你根本没有 你将来年纪大量再努力 所以我讲成一个良好的工作习惯 在我们公司里面 我们是不鼓励加班 听起来很虚伪 我们不鼓励加班 他自己愿意加班 我们工作太多 他想做的事情多 当然 还是这句话 热爱了 其实你并不觉得累 你不热爱了 多干半分钟你都觉得累 大家去想一想看 所以你加入一家公司 不要因为他名头大 不要因为这公司的收入好 而是加入这个公司 是因为你热爱这份工作 因为你热爱这份工作 你其实并不觉得累 所以这个是我给大家找工作过程中 一个最重要的建议 只有你热爱 你才能够坚持 否则你是坚持不下去 对不对 所以我讲实话 你同学问的问题 跟谈谈的东西一样 我觉得矛盾不矛盾 一定是矛盾的 但是话过了就不矛盾 人生就是我自己 你坚持 有的时候就是擦了半口气 你过了以后你没有觉得多累 跟我出差的同事 就说我累死了 我确实觉得他都比我辛苦 因为方向盘在我手上 我已经转弯了他公平还挂起来 所以这个公司里面 我只觉得按理总体来讲 不敢说百分之八十九十的人都很高兴 百分之六十的人都很高兴 所以你去试试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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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还说最后一个问题 马总您看我们给二楼的同学好不好 后面有很多人 刚才是二楼 对 刚才是二楼 刚才是这个区域的同学 刚才是这个区域的同学 对所以一层的同学 我们虽然每个区域都设置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只剩下一个问题 我们给二楼的同学 他没有很多人在等 那还是这位同学吧 不好意思我刚才看错了 马总您好 您受到我家为一层 很快一点 对 对 好 我想过的问题 可能有点多 主要是 刚才您也说了 阿里巴巴是一家数据的公司 那我想知道 阿里巴巴为什么在那么多前年前 就能这么高担元祖的吗 这个数据作为一项战略 这么多年坚持下来 然后再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既然把数据定为战略了 那我看阿里巴巴的发展 刚才的那个视频中 看到阿里巴巴的发展过程中 它的数据发展战略平台 但是发展的不是很快 每一步都好像是数据发展到一个瓶颈了 才进行升级 既然把数据看到这么一段重要的话 为什么不一开始建一个比较 强大一点的数据战略平台呢 而第三个就是 我觉得阿里巴巴的数据真的是国内 比较可以说最领先吧 而且阿里巴巴可以说 阿里巴巴真的